CANON 16mm 好,歡迎來到膠視電場 plasticphoto.hk 我們上一集就講了這個怎樣借渣價錢 借渣感受的CANON 16mm 挑戰最恐怖的MTF 看來見到這個光學大仙一講 見到那裡有淺質 他也想挑戰一下這個 最低MTF這個chart的比較 其實我覺得無論如何 怎樣看也好 這也是一件好事 起碼你消費者有選擇 以前他們那些無謂的堅持 令到很多 副廠鏡 即是你說紋商的人 無謂的堅持 不是無謂的,我們可以選擇 有時候有取捨 我想輕便 我不需要那麼高的光學質素 我只是想輕輕鬆鬆 負擔得起 拿著包包的時候 相機袋也比較輕 其實講起這件事 即是大家在鬥科技 好像我們的技術能一樣在鬥 很簡單,對於iPhone來講 這麼久以來 iPhone的像素是多少 這麼久都是1200萬像素 那大家覺得很有問題嗎?不是啊 1200萬很夠啊 2400也很夠 反而大家要鬥的位置 高ISO的進化 這個反而重要一點 其實我覺得是不同的需求 只不過 你不要來 是真的有這樣的需求 有這樣的需求 廠商就應該要 Fulfill Nikon 其實就算Nikon的用家都好 都保持著會說 喂大哥 那些1.8S line 有時我不需要S line 我可不可以有些 真是耳入口一點 我又未必對光學那麼高追求 我有追求的時候有 有時沒有的 或者我追求便宜的時候 你給我 你有沒有 一些很入門的東西 不要每次推薦 set50給我 就當是 才行 有時 set50不是不好 真的沒有什麼鏡子 你不是用Adapter 你沒有鏡子 所以現在就是說 都見到 2億個對光學 或者是對工藝 那麼有需求的一家公司 慢慢慢慢都 開始聽到市場的需求 就是說 我要便宜鏡 我不需要去到 那個造工那麼厲害 你給回那個 我根本上 不是在於要性價比 我只是要便宜 那麼他就已經開始有一個讓步了 其實他讓步來講 你見 就是待會我們會講到的MTF圖 其實他 都沒有Canon 距得那麼準 但是今次來講 他的價錢 就跟Canon一樣 他那麼準確 都是299美金 是不是 就是買單出來 應該就 2280至480 標價到 那樣 說了那麼久 其實今天的主角 就應該是講之42光圈 對 但是講之42光圈之前 講一些我們已經上手玩了 對 用過的 就是Nikon ZZ28mm F2.8 Special Edition 對 這支Special Edition 那種輕飄飄的感覺 還有那種馬達的觸感 是令你有一種 開著半自動車的離合器 再加上你換鏡的時候 對 引擎那種感覺 直接在你腳 由腳趾公 一路上到你大路 即是不斷感受到你的路感 因為姐姐已經很crappy 對 還有你在換鏡的情況之下 真的要特別呵護他 因為生活態度 因為他是一個塑膠的Month 而機身也是金屬 所以你換鏡 換得多他應該都會受到摧殘 我覺得2021年的Nikon 是睡醒了 是的 就是他明明明明出了個借渣給你的 是 整一個復古樣 外貌先決 對 Cool Special Edition 沒有你現在的街上沒有 是啦 他街上是搶 這方面我想其他廠商也都看到 是覺得質目的 亦是沒有想過Nikon這個品牌會做這一點 是的 甚至我看到Sony這些人是妙的 NICON的機器給Sony的人瞄 我走出來拿著ZFC的時候 都有不少人瞄 但我們自我感覺是極度良好 你只管我吧 吃個情懷 真實講到鏡頭質素 剛才也講到NICON是想向Canon致敬 28 2.8的我用了 我覺得光學質素沒有問題 在APS-C機上 所以你就講了重點 經常都說MTF chart 其實是由鏡頭中心向外伸展 就看它的Curve記得幾快 其實這支SD28mm 其實它很明顯地說 如果你用APS-C的話 那條線是保持著很高的 即是現在我們看到這個MTF chart 是的 其實你由0到10 即是X-Axis的時候 你起APS-C的時候 其實它的CMOS的Size 其實你根本上就不會去到那麼邊位 你也會看到它0到10之間 其實它那個MTF curve Crop 之下 其實都比美一些旗艦級的鏡頭 是啊 所以其實我都曾經試過 將這支這麼好的鏡頭 塗下去Z72去考一下它 是 就立刻考到 然後我就放下 是 那我都沒有特別去出片 是 哈哈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了 是啊 是啊 你知道了 我們都沒有什麼廠商再肯借鏡頭 是 是 那我們現在就是正在行鋼線 是啊 是啊 那在APS-C上這支鏡頭真的很好 是 那說到 即是當Nikon 就不斷向這個MTF的性價低的環境去進發的時候 那我們就沒有得不提之新的 將來會出的就是這支40mm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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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的價錢都是瘋的 這個呢 不知道為什麼風窄已經有了 是 它首先已經定了標價 就等你預訂 是 那定價是2280 是 那就糟了 就是這些二手價 我想以後 不久將來 1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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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好消息了 就完全是可以跟我們說說 喂 Nikon 要買便宜機 就是買Z50 買Z60 你終於有你最便宜的鏡頭可以匹配它 是啊 還有 以可靠的日本高層官方的 的消息 他們是說接下來是有一系列這些鏡頭 是 開心了 喂 那真是唐了 就是你用Z mount 如果 GZ都是這些價錢 我相信你很容易就打到進去 真是初學者的班 其實 其實初學者很簡單 就是你又 容易讓它開始到 入到後 還有 就算初學者都會比較 你貨比貨 如果大家差不多 價錢 你那個質素 比人高 那就很便宜 以前 Canon 就沒有對手 那 Nikon 的質素 會不會跟Nikon 和Canon是差不多 還是好些 這裏就未知 但是好像上網都找到 他們知道 當然是看一下別人的YouTuber 哪個可以拿到鏡頭上手 大致上 我們看過這條片 也看過他的分析 他拿著40mm2 就跟一些 他旗艦級的 S Line 來比較 其實 那個成像圈的質素 雖然光圈沒有那麼大 但是 在收回雙輪的光圈之下 其實 無論它的Sharpness 甚至乎 說著鏡頭 Outflow時候的Boke 那些Outflow位 都是圓形波波 其實 都是有它的Sharpness 之後 要Outflow出來 要漂亮的位置 其實都有的 我們剛才也在想的問題 這支鏡這麼便宜 背後的Lensmark 又是塑膠 跟Canon比的話 那沒有理由 抗引商和假設之下 會差得那麼厲害 原來他就是在光學質素上給你 因為 他就不做金屬底彎 然後就給一些 好一點的光學質素 對 就給好的光學 整件事就是 由去年開始 撿了日本的廠 不堅持了 就搬去泰國 開始 所以股價都不斷地拋升 即是說 生產成本又降低 他又賺到錢 那你賺到錢之餘 其實就是 講銷量的了 其實就很正正的 就知道 終於可以拿捏到 他一個生存的位置 一個空間 就是大家都見到 Canon現在 其實那個 入門的價錢都幾高 因為你走著 我想你買一部便宜機了 那你沒有理由 現在買USR 或者買RF 那你一來就已經是R6 其實那個門檻是很高的 但相對來說 Z6 對 Z6 哇 划算買到不得了 真的划算買到爆 即是如果 香港有這麼優惠 就可以買到上一代的機 那譬如去到其他地方 只買到旗艦的Z6 而是貴的 那他還有一個名證言順的Z5 給你選擇 Z5來說 都是Z6比較好 香港就應該買Z6 對 那當你入了坑 買了一部機的時候 那你就要覆蓋鏡頭 那現在就正正有一批的鏡頭 將會 可能就可以 賦灰到你的需求 那 再不用說 就是我們 有Lens Adapter 可以用Sony的E-Mounts鏡 再加上其他 看看可不可以遲些 騰空都會出到新的一批鏡頭 可以給Nikon用家 對 據可靠消息 很多可靠消息 都是在談 應該很快就會開放 其實我覺得Canon 是有些壓力 是比較麻煩的 你看到 最初我們會覺得Nikon 走得慢一點 但是近這一年 你看到他的表現 首先鞏固了一班舊客戶 接著就出一部復顧機 來打連青人士場 再來就是一系列的平鏡 你扔到這麼爛 Z50又這麼便宜 就真的很容易 你之後跳路就很闊 感覺上好像是兩個品牌 好像調了位 調了位 以前就說 你選擇Canon 就是頂級的機 當然它又有頂級的價錢 但可能有很多人 因為它的質素 可能會想想看其他品牌 但是到廣泛的消費者 裡面來講 它大把 便宜性價比高 或者是很入門的機鏡頭 相機給你選擇 但Nikon 是沒有的 但現在根本上就是 我們近期出的Canon 全部都說 你萬五元以上 不斷向追 甚至去到R3 差不多五萬元 對於一個廣泛的消費者 其實我不是市場 其實普通廣泛的消費者 看的就是 你有沒有一個晉升的階梯 即是 跟香港人扭換扭的概念 上不上到車 你要開波 你上不到車 你講什麼都假 現在Canon就是上不到車 Canon是上到車 但是你沒有階梯 你最便宜有 RF 中間沒有了 你一跳就跳去紅圈 就已經是貴的 即是萬五萬六元機身 你再加上支鏡 就三萬元下樓 你跳不到第二級 但現在 Nikon 它就是 入門少少的專業 你按 如果貨比貨的話 它是相當便宜的 接著它現在開始做回下面 下油的東西 變成你的階梯就很清楚 對 整件事 沒有想過 去到今時今日 2021年 那些品牌的位置 調動 大家看看 是真的 剛剛調轉 說到最後 如果你走回後一步 再看Sony 整件事又不同 所以說了這麼久 我希望Nikon 再走快一點 你知道40 這個good move 或者無論如何 都是正的 一批便宜 只要全部299美金就最好了 即是二千多元 你叫人家怎麼拒絕 是啊 你還要細支 你一個相機袋 你一代記者出門都不會有問題 還有這些類型 別人的企業 公司 一落一落 是的 根本上 就算你普通用家 就算撞傷跌壞了 無所謂 買了一支 那又不是的 我窮L來的 是不是 阿棟 它沒有 好的 摩訪 你 非常烈 restaurants 可以分享